那么大臣教里面常讲祝福如来十报庄严徒是不是真的 也不是真的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没有说这个祝福十报徒是例外 没讲例外 那十报徒是什么造成的呢 是齐心动念的吸气 不是齐心动念 齐心动念是释法界里的佛法界 齐心动念的吸气 吸气要是没有了 没有了这个十报徒也没有了 那剩下呢 剩下就回归自信了 要长期光 那是真的 永恒不变 在这些人里面讲的那是宇宙万有的本体 它虽然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 它能深能现精神跟物质 但是你要知道它能现不是真的 昨现的这些现象的时候全是生命 就是量子力学里面发现的 全是这个极其微弱的那个光点 光子 光子的点呢 他们的相续 这个连续相 他不是相续 说连续好 为什么 他个个个是独立的 就像这个电影的底片一样 张张是独立的 所以他不是连续 他是相续 这个说得好 相续是一个东西 张张都一样的那些 他不是一样的 张张不一样 绝对没有两个是相统 无量皆以来 找不到两个相统 这才把诸法摄像揭露了 现在要揭秘 这个秘密给揭穿了 这是四世真相 因此 所有的现象 都是 识变的 识是什么呢 识是分别之处 我们的念头 念头善就变善 念头不善就变得不善 所以我们要是念念 念贪嗔吃慢 那就不善了 那是念的病毒 你肯定要生病了 如果你念念当中是界定智慧 念念当中是仁义道德 念念当中是安定和平 那就完全是善 因此 灾难 是不善念头 变现的境界 那我们现在 觉悟了 马上把念头改正过来 行不行 行 有没有效 有效 灾难就没有了 你看念佛人 厉害呀 这个世界上人都念悟 都念不善 灾难起来了 念佛的人天天念阿弥陀佛 灾难起来 他到极乐世界去 这些鱼他不相干了 这个很厉害呀 那就是我法尚 词作词